听说台北县金山乡有一座宝山叫做法谷山 为了完成老师交代的作业 我的寻宝地图 我第一次搭上巴士去法谷山寻宝 您好 欢迎来到法谷山 这里的风景真好 小狗 等等我啦 小白带路 宝山寻宝记 吹着吹着 小狗不见了 我先遇见一位名字叫做常喜的法师 阿弥陀佛 嗨 你好 常喜法师说 他可以一面说故事 一面带我参观法谷山 于是我的寻宝之旅就这样开始咯 故事的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法谷山还不叫做法谷山 那时山上已经有很多植物 动物 昆虫 昆虫在这里一带一带繁衍 有一天呢 弘阳佛法的圣眼法师来到这里 把这座山命名为法谷山 开始整地和建设 常喜法师 圣眼法师在这里整地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宝藏啊 还是法师有把宝藏埋在这里的大树顶吗 诶 花花 法谷山的宝藏可不一定是像一般人想象的 要用眼睛找用手去挖的哦 《开宝山的圣眼法师》 圣眼法师十四岁的时候 因为家里贫穷 而出家做了小沙迷 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 法师就常想 为什么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误解的人却这么多 后来战争开始了 法师穿上军服 从军保卫国家 来到台湾结束军旅生活后 又跟随东出老和尚第二次出家 然后经过了闭关修行 到日本留学 去美国弘法 才终于有机会创建了法谷山 现在圣眼法师还是继续在世界各地指导禅修 弘扬佛法 希望地球上没有战争冲突 人人都能和平相处 闭关 闭关 就是这样把自己关起来吗 是啊 不过师父说 他闭关的时候 一点也不寂寞哦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小朋友 和他一起进修呢 虽然圣眼法师很有学问 写了一百多本书 特别会用活泼 生活化的方式 和大家谈佛法 每人每天都说一句好话 都做一句好事 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个小小的好 就成就为一个大大的好 台湾加油 台湾大好 欢欢 你写了什么心愿呢 当然是希望赶快找到宝藏嘛 可是你这么急 就算宝在你的面前 也会错过的 那怎么办 首先要先停一停 把心静下来 才不会入了宝山 却空手而回呀 寻宝停看厅 哇 好大的风向哦 这里好安静哦 是啊 因为要安静 才能知道 自己要跟佛菩萨讲什么 佛菩萨也才能听见 你心里的声音啊 来到这里 可以把心情放轻松 慢慢地走路 自然地呼吸 把嘴巴闭起来 把眼睛和耳朵打开 慢慢地 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微笑了起来哦 潮汐法师 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在笑耶 真的吗 那你已经体验到了法谷山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了 嗯 心灵环保 嗯 心灵要怎么样环保啊 哦 嗯 就是让我们的心 更专心 更单纯 更知足 把不好的念头都赶跑啊 心灵环保大发现 脱水波就是让我们练习专心的一种方式 很难耶 小白 花花 你看 他们正在练习儿童巴士动馋耶 嗯 巴士动馋 儿童巴士动馋可以让小朋友活动身体 学习什么是身心合一 哦 原来如此 第一是小鸟洗澡 第二是不倒翁 第三是陀螺旋转 第四是大风吹小草 第五是荡秋千 第六是抱玻璃球转一转 第七是膝盖画圈圈 第八是面包超人 耶 面包超人要飞了 MING PAO TORONTO